为什么风华绝代的黎姿宁愿嫁给又老又丑又残废的她?原来她家族背景强的不像话,难怪了。 黎姿当年可以说是风华绝代,笑起来是更是又浅浅的黎窝,你死一众男生。 在2004年更凭金之玉念侯家运营一角,夺得最佳女主角和我最喜爱的电视角色,成为双量事后。 如果不是她弟弟的那场车祸,如今的黎姿,或许还在娱乐圈演那些清城清国的女艺角色,或许嫁入豪门,与高大帅气潇洒的丈夫你浓我浓得过生日,但绝不会是现在这般模样。 黎姿虽然演过不少心狠手辣的角色,周芷若、侯家、玉莹、康雅童,但颜值极正义,让人怎么也恨不起来。 黎姿的美貌还吸引了不少大人物,当时追求她的富豪和名人有很多,像是百亿富豪许晋亨,玩具大王蔡志明,还有金融巨子庞维新,但后来黎姿才发现这些人对她只是玩玩而已,并不是真心的。 黎姿还与漫画教父黄玉郎有过一段轰轰烈烈烈的爱情,但也因此背上了小三的骂名,被人骂得狗血淋头。 黄玉郎比黎姿大21岁,人老又丑,和她才华横溢,教父级别的寿命可不是虚的。 她在与前妻离婚不久后,与黎姿在一起,令众人以为黎姿是她族婚姻的第三者。 只能说,黎姿真的好冤枉,人家感情不合想离婚,与她何干? 与马严强在一起时,黎姿的弟弟出了车祸成了植物人,黎姿又要照顾父母,照顾植物人弟弟,还要打理弟弟的店铺。 选择马严强或许是走投无路的选择,马亭强是香港东方报业集团创办人之一马希如的儿子,其在香港开了有六家公司,涉足投资,医疗和慈善事业,身价数十亿。 但仔细对比黎姿的几个前任,马严强算不上最厉害最有钱的,却是在黎姿最崩溃最没办法的时候出现,给予她帮助和支持,给了她很大的安全感。 活托托地论出场顺序的重要性。 马亭强虽然人老,又残疾,不过也很浪漫,懂得疼惜老婆。 不仅出钱扩张黎姿弟弟的店铺,平时对妻子也是出手阔绰,曾豪志气千万港元买蓝新格送给黎姿,日常送游艇送豪宅豪不手软。 虽然现在的黎姿年龄年龄大了,可气质还是棒棒搭,明明已经47岁了,看起来却像是18岁,傲人的身姿令人羡慕,不像生过三个孩子的。 她曾到处出场作与星一颗,网上找的法子。 羡慕她的摇挑身形,学住做了三礼拜,发现肚子小了一圈。 美人在鼓不在皮,狄姿即使不在年轻,气质仍在,依旧魅力无限。 前阵子狄姿晒出结婚九周年的婚纱纪念照,看得出来,现在的她很幸福,与马严强看住狄子的眼神都充满爱意。 时间证明,狄姿找了个又老又丑还残废的男人是无必正确加明智的。 对女人来说,什么都不重要,安全感最重要。 虽然狄姿与马严强一直渴望生个儿子,但一连三个都是女儿,最终就放弃了。 前段时间三个女儿也曝光了,不敢相信这是黎姿的女儿,实在是马严强的基因太强大,这三个女儿长得一言难尽啊。